关开门严满成功 在金融市长李又昌与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年陪同下 轮值主谱的李信中清会主委李腾龙将看门关起锁头和尚 请好兄弟返回民间 传承167年的金融中元祭在农历8月1号傍晚举行关开门仪式 比其他地方晚一天代表的是金融人的慈悲心与人情味 在疫情威胁下金融中元祭各项祭典科已能顺利举行 主谱的李信中清会方面特别感谢各界的协助与支持 府会首长也肯定轮值主谱的国家 金融市长李又昌就表示金融已经连续27天临确诊 等于从开刊门那天起金融就都很平安 这都是中清会的诚心诚意与市民配合防疫的成果 我们所有李信中清会大大小小让你们很辛苦 尤其是资金融合 然后在疫情当中受到很多的这个规范跟前置 可是我们真的毕竟也把它办得真的顺利圆满 今天也是我们连续27天临确诊的一个时间跟日子 所以也差不多就是我们从开刊门幅度以来 差不多连续都是临确诊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说放到我们中清会的这个服务 整个的防疫的工作把它做得很好 所以今年我记得我们在放水上的时候 今年的放水灯 各信中清会的水灯头都放得非常的顺利 平平安安顺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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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将首如依序递交给明年直冬的 黄信中心会主委等代表 象征金融中元祭的永续传承 也为为期一个月的百年文化庆典活动 画下圆满的句点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